接下来我要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在本文的部分 刚刚我们都在动那个标题嘛 所以常用底下这边标题的定义 其中还有一个内文 建议各位内文 内文应该 例如说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直接在这边做修改 举例来说我们的内文 我们内文千万千万不要用 靠左对齐 一定要用左右对齐 左右对齐 这是最基本的 另外等一下在统一介绍表格的时候 再跟各位来去分享 因为我们一定是做那个垂直至中对齐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有些时候我们会针对那个段落 就是图片 插入一个图片跟文字之间的一个排版 所以建议在段落这个地方 有一个中文印刷样式 这个文字对齐方式不是基线 而是字中 而是字中 好 只是我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 跟你们分享 这件事很重要 当你插入一个小小的logo的时候 在段落里面 绝对可以插入一个小图片 小文字方块都可以 然后那个文字它对齐的是那个底 图片的底跟文字的底不一样 文字 如果你写过那个英文字 英文字 它所谓文字不是中文字 英文字它是用到一二三 写到第三行线为底 那个基底是第三行 还有第四条线 所以图片的底跟文字的底是不一样高度的 所以跟随就选择字中 它就在平平的线上会比较漂亮 好 确定 OK 你看 这边这样子一个左右对齐的方式 这样才比较漂亮 左边要漂亮 右边也要漂亮 左边要对齐 其实我们设计不是为了漂亮 我们设计 设计这些内容是 你们知道原因吗 是为了方便阅读者阅读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整齐的一个排版 而不是为了漂亮 方便别人阅读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甚至这个地方段落 例如说标题文字比较大 然后内容文字十二大小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观念 好了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 如果你今天 你希望这个文字再去做什么对齐 记得就是滑鼠右键 我刚刚说 从这边 调整清单说牌 这边来去控制 再来 我们如果说 我们希望就是那个内容 内容有控两个字 那记住 要改绝对是所有内容 绝对来说 请问 请问这个 这个 跟这个内容 我还是要跟各位强调讲一个观念 我们会这样设定 这叫标题一的内文 这叫标题二的内文 可以了解吗 因为真的你的标题不多 了不起四阶 所以你就在这四种内文 可以了解 这个你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因为当时我在叫那个交通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 是不是 他们我们用的一个观念 我想跟卫生局一定都一样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个内文 我用的是标题一 内文 好 那这一个呢 就是标题二 内文 这样大概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所以如果假设我后面 这个是标题二文 标题二 这是标题三 这是标题 这应该就要设成是什么 这是标题四的内文了 这个标题四的内文 这个是标题二的内文 好 那我为了上课方便 我修改它好了 我修改 你看一下 假设我希望就是标题二的内文 标题二的内文 所以我是不是要点到这个地方的修改 然后针对里面的内文 我要左右对齐 还有我希望 我希望第一行 就是前面空两个中文字就对了 好 然后接下来在半落里面 行与说牌与行句 指定方式改为第一行 两个中文字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的标题二的内文 全部都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确定 你看哦 这个是标题二的内文嘛 那下面我们再去看 这个是不是也是标题二的内文 它是不是前面也空了两个中文字 所以你必须 第一件事情就是 假设你给我打好文章 你必须要把这些标题先定好 标题定好 它是属于标题标题二 标题三标四 还有这个内文是属于标题一里面共用的内文 还是标题二里面的内文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好 那当然除了这之外 你还要定义什么表格啊 图片啊 因为图片一定是自中 表格也是自中 类似这样子 就是那个段落的性质比较特殊一点